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一样 一天不进去交个钱 就会不安心 我们说的就是这个 到处都可以看到的便利超商 想想看你家附近 是不是已经这样子的光景 到处都是 真的是三步五步 就是这么一家 这个密度之高 你知道吗 我们是全世界排名第二名 只有输给南韩 那么到底在便利超商 发生了哪些的故事 除了买生活必需品之外 还有一些事情 你可能没有想过就在这里面 或是附近发生 马上听看我们来宾们暖心的分享 首先第一位是我们的超商正妹 金莎 欢迎 哈啰 大家好 哈啰 清姨姐好 欢迎 演员张晴 欢迎 哈啰 大家好 我是张晴 活动主持人凯婷 欢迎 大家好 我是凯婷 医药记者素卿 欢迎 好的 大家好 好 之前有人说 我们可以一天没有政府 但是一天不可以 没有便利超商 你觉得你就是这样的人 你不能没有便利商店 幫我举绿牌好不好 你说没有啦 没有 还是一个活得好好的 举红牌 请举牌 一致通过 所以便利商店 真的让我们人生变得很便利 很便利 金莎你满特别 你说你工作三年 对 而且你是超商正妹 为什么会想去超商打工 应该说我是 我本身是彰化人 然后我那时候就是 国中一毕业后 我就去台中住 然后自己办公办读 整整三年的高中 都在超商里面上班 那台中有个地方叫做一中节 对 所以我就从十六岁开始 自己办公办读 就在那个超商里面 在超商里面 听说会发生很多事情 危机处理很重要 对 我觉得 你处理过什么事情 就譬如说 他今天来买烟 他就会 因为我们通常都要先说 请问我们要看你的证件 因为我们那个地方 非常多的学生 那我们就会很有礼貌地说 请问可以给我看个证件吗 所以忽然出现一个流氓 他就说 你现在不知道我是谁吗 你现在还要在看我证件吗 我看起来像未满十八岁吗 然后在那边摔你东西 迟迟我们还是要心平气和地说 不好意思先生 我们还是会需要看证件 那他接下来可能就会在抢你说 你到底现在又要怎么样怎么样 然后我就说那没关系 就是他就说 那我现在要去跟你客诉 我就说好啊 没关系 那你就去吧 对 可是一般 你要顶嘴耶 对 因为其实一般童年 你十几岁的女生 遇到这种情况 他们其实会蛮胆怯的 就是但是我就觉得 我从这个超商经历来 我就觉得还蛮有趣的 然后包括譬如说我们 摊贩附近会有那个老奶奶 对 他们很常就是卖鸡蛋糕的 卖牛蛋的阿嬷 他们都会吵架 他就会大了大白走进来 超商然后直接把一块钱这样 啪 他就放在桌上 他就说电话借我打 然后他就自己走到你的那个 你的那个叫警察 对 他就走到你的柜台里面 然后拿起电话报警 然后警察就来 然后警察就超无奈 现在又怎么样了 阿嬷 今晚更晚了 然后他就说 他欠我钱 他欠我生意 什么的这样子 然后后来阿嬷就每次 都很理所当然 那我们还是要说 阿嬷不好这样 这样会有老家妈 这种的 对 然后还有发生一个 很有趣的故事就是 我觉得大家好像把超商 当成是一个 可以帮你看小孩的地方 真的吗 超商可以看小孩 我不知道有功能 有 曾经有一个妈妈 她就推着她的婴儿车进来 然后我们就想说 换光临这样子 然后忽然他买完私乐兵 然后那时候我们一阵很忙 因为我们那一栋 全部都是一些 补习班跟学生 你也没有空管 他东西到底有没有带走 忽然结完这样 要放松的那一刻 小孩怎么在这 他推着一个 妈妈走了 对 妈妈走了 他婴儿推车在那个 私乐兵前面 我想说好吧 他应该一下子就会回来 他待了六个小时 六个小时 超久耶 然后他的小孩还很小 就是很像那种 才一岁还是什么 就在哭的感觉 我们还要帮他喂奶粉 就是他有泡好一罐 放在那个上面 然后就想说好吧 大概过了三小时 不然就去把他抱来喂一下 对 因为我跟我妹妹差七岁 后来这个婴儿 就大概一个月来个五 每个月再来个三次 那个妈妈就说他很着急 他想说怎么办 我的小孩就 他找了六个小时 才找到七岁 我就觉得天哪 如果他今天是遇到就是 不会照顾的人 或是丢在路边 他其实会蛮辛苦的 对 而且我觉得在超商 有一个能力要蛮强的 就是一个心酸 像我们客人都是这样 排排排在中午时刻 所有的上班族 或者是学生都需要吃饭 我们那个店是从这边 这样绕一圈排到那个门口去 大概有五十个人起跳 所以我们在结账都要非常快 就是结结结结 然后他还没离开 你就要结下一个人 就是你的手术跟心酸 要非常强 那像超商 他的柜台会有一个 就是帮你计算钱 譬如说你今天是二十五块 大家可能给你一千零五块的时候 你还要按一千零五块 扣二十五块太麻烦 你就会直接算 对 数学要好一点 就觉得这个功能还蛮强大的 而且太慢的话 人家会很感激 对不对 怎么动作那么慢 对 我们就会超快的 就是你都还不用讲 就 好 多少钱 好 然后下一个 下一个这样 OK 所以超商打工经验 让你成熟很多 我觉得是耶 就是在你人生历练当中 我觉得它是一个 蛮暖心的工作 你还有另外一个 你觉得比较麻烦的事情 就是在超商的时候 追求者太多了 这个自己讲 到底是来买东西 还是来看正妹呢 这怎么办 不是 因为我们那里很多摊贩 然后曾经就有一个 摊贩的大哥哥 他其实蛮高 蛮帅 他是那种很多高中生 大学生 迷妹 都会为了他 而去买他的果汁的那一个 那不好讲是哪一家 因为他还在 对 然后他就是疯狂的 就是每天都送饮料来给你 然后每天虚寒问暖 然后我就想说 因为十六岁我也还不太懂 他是喜欢我 还是对大家朋友 然后到后来大家很熟以后 我们就有一些同学 我们都会常常一起 大家出去玩嘛 我觉得还蛮正常的 可是到后来他就想撕约你 然后我真的就觉得 有点尴尬 我就说 不要 不行 我要上班 我要工作什么的 后来我离开超商后 就有很多人私讯我说 你走咯 他还跟我分享把妹秘籍 就是他说一定要拿零钱 因为才会有肢体接触 那不然他们就会躲在 故意找零就对了 对 然后不然就是他们 譬如说你今天在结帐 然后他们就躲在那个 面包区 他们就这样偷看 你觉得就蛮有趣的 对 你还遇过比较恐怖的 跟踪狂啊 有这种的 就是每天我都会搭公车 上下班上课 然后有一天忽然就有一个人 出现在我身后 他就说 你今天怎么这么晚回来 他就在我背后 然后他就想说 然后现在是怎样 我就说怎么了吗 然后我就后来 自己回家想说 他感觉好像是 每天在等候我 就是因为我们上下课 其实都很规律 你在哪一站下车 其实他都会知道 那我是过了半年 才知道这件事情 我就说你到底要干嘛 然后后来有一天 因为我要坐火车回家 他又跟踪我到火车站 我就直接跟他说 你现在到底要干嘛 你为什么要做这种事情 我觉得人家很尴尬 他拿出一封信来 那一封信就打开 那一封信上面写的是说 金虾 我觉得 你是一个很善良的女生 每天这样办公办督 好认真 但是我女朋友 她在八大里面工作 我能不能请你帮我劝对她 对 但是她真的很好笑 她跟踪我 这个弯也拐太大了吧 就是她跟踪我 然后观察我每天 到底有没有乖乖的上下课 上班 她觉得这个女生好赛鸟 可不可以请你 劝我女朋友 你可不可以帮我女朋友脱离 这个可不可以 也一起来超商上班好了 所以这故事 我觉得挺好笑的 对 就后来结局变这样 结局变这样 但我觉得其实在 因为这个一中之间里面上面 我觉得还有一个很暖心的故事 就是我觉得那时候 所有的摊贩们都很照顾我 其实像是我今天 因为好像真的一个家庭里面 这样工作上 对 就你会觉得很有趣 就是大家都生活在你的旁边 然后像你走出去 7人的人 你去买任何东西 他们就会说 你7人 来 直接打折 譬如说 390 690 你都不用杀价 他就直接给你诊所 然后我今天去买卤味 老板就送你买一卤味 然后我去买一个面 他就送你一整碗的乳味 我就觉得天啊 好软心 后来我同学都会叫我 把他们订 OK 不知道是不是特别软心 还是因为人正正好 看到这杯什么都自动打车 蛮有趣的 超商店员感觉上非常万能 肃清你没有遇过 你让你印象非常深刻的店员 有 你知道 因为我以前在那个餐厅 当过店长 所以我每次看超商店员 都有一种 我在选我的员工的feu 你知道吗 那让我印象最深刻的那个 我观察一下 他的客人进来的时候 他几乎都能够知道他们要什么 比如说这个人 你今天还是冰咖啡 什么什么什么吗 或你今天来比较晚 你那个什么东西已经卖掉了 我想说这也太强了吧 后来我就发现 他更厉害的地方 有一个人 比如说是那种机车骑士 然后骑骑骑骑 在外面还在停车 他突然间就离开了他的柜台 又跑到后面去 我想说我在这边这样不好吧 后来我发现 他就拿了一个包裹出来 然后那个人拿下安全帽进来之后 他就说 好 我就知道是你来拿包裹 对吗 好厉害 就是他已经厉害到 他可以从他的客人 停好车他就知道那个人 而且他可以背到他们的墨山马 超级的 直接进来就说 他就已经去拿过来 趁没有人去拿好 我就知道你现在来拿包裹的吧 真的 像我家附近超商 他还帮我预留 我每天会喝咖啡嘛 有这种特惠活动他就先帮我买了 因为他知道我每天都 他说这个比较便宜先帮你买了 如果你不要也没关系 是 很贴心 这么超强 所以曾经有一个非常知名的董事长 他自己就说 在富胖达出现之前 他就说他觉得 超商再这样发达下去 他很担心台湾这个 不婚族会变多 我就说为什么 他说因为你什么东西去超商都有 为什么还要嫁老公跟娶太太 哇塞 功能太强了 我先进广告 张晴先生也蛮戏剧化的 你本来是念金融的 结果大三的时候突然转到去念 戏剧系 对 我原本是念国立的金融系 然后大家大学生都有当过 就是会先浑浑噩噩噩一段时间 然后就一直到大三的时候 那时候学校安排实习 然后我就正式进到那个 银行的产业里面 我去看他们到底在做什么 然后我就突然瞬间觉得 这是我未来要当的行业吗 我想要在二三十年之后 都还在这个产业里面工作吗 我就觉得我好像不是那么想要 在这个地方工作 然后同时间呢 我有那时候很流行去绿岛打工换宿 我就到绿岛去 我整个人生大开眼界 就绿岛的人他们是很享受当下 很享受生活的 他们白天的时候就会去浇潜水 然后晚上就把那些钱拿去买酒水 就是我想要什么 还就其实晚上喝酒水 对对对对 就是早上海水晚上酒水 反正就是他们很快乐 而且他们也不会很care说 别人去问他 你有没有未来这件事 他们不在乎 所以我那时候就受到很大的打击 我就觉得 我想要的人生是什么 我一点不太知道 我到底走在这条路上 是为了什么 然后那个时间也很刚好 我就遇到我的戏剧老师 然后那只是一堂通事课 但是我在课堂上我就学到戏剧 我可以认识自己 又可以表演自己 是一个很棒的一个方向 同时间我看到老师 已经四五十岁了 但他还在这个行业上 我就觉得 原来我也可以走这条路嘛 就是它也是一个方向 然后我当下 什么事情都没有想 然后我就直接转学 直接转到了戏剧系 很果断 对 果断地转学 我从大三这样转大二 这样 然后因为我在家是老二 然后我爸他是比较严格一点的 客家人 所以我那时候就是先斩后奏 我先转完了 我已经办完了 然后我才想说 好像要跟家人说一下 那一天晚上 月黑风高 我拿一適合的日子 对 然后交一个很好的日子 我先拿起我的手机 打给我爸 然后就先跟我爸说 爸 我有很重要的事要跟你讲 我爸听那个语气不对 怎么了 我说 爸 我怀孕了 没有 我想说你先吓吓他 爸 你目前很会演 我真的是很适合念戏剧系 然后他当时就 什么意思 在他还没反应过 还说没有 我开玩笑的 我说我转学了 然后我爸就 什么意思 他还没反应过 还在怀孕那一关 然后他就说 你转去哪里 我就说我转去中山大学 听起来还满好的 国力的 有前途 然后他就说 所以还是金融系吗 我先深吸了一口气 然后就说没有 我要念戏剧系 我爸整个 你在说什么 然后因为客家人 你跟我说什么 就是开始大用客语骂我 然后我也是吓到 完全不敢讲话 我印象中 他就说了几句关键的 他说 你怎么会没有想清楚 你有没有想过 我们为了你付出多少 你觉得这条路有未来吗 你走进去 你出来吗 就是他觉得我完全没有 认真思考我的未来这件事 然后当下我就是 我也不能反驳他 我就是很难过 我就先听完挂掉电话 躲在棉被里 先哭一下 我先哭了一轮 然后因为那时候家里 还有其他女生室友 然后我就想说 大家都听到了 我也不好意思待在家里 拿着钱包钥匙 冲冲出门 然后我就去到家里 旁边的超商 然后也买了一个三明治 然后我就坐在那个客席那边 这样就坐在那里 看着窗外 我就觉得外面的人好快乐 但我一个人好孤单 那个时候 我觉得我家人那么亲近的人 为什么不理解我 然后突然之间 就看到有个纸条 这样默默地递过来 他就说 我不知道你怎么了 但是很多很多事情 都是可以度过的 我希望你可以好好度过这一关 加油 好温暖 很暖 然后我就转过去 是一个女生 就是很年轻的一个女生 然后她就这样 然后我就 好温暖喔 没事 然后我到时候就觉得说 为什么外面的人 一个陌生人 他可以理解我 可是我家里的人却不能理解我 然后我就回过头去想 不对啊 我爸那么爱我 他其实应该是 很担心我 他其实是很怕我的未来 会出现什么状况 所以他是用一个 比较不知道该怎么解决的情绪 来骂我 但是他其实内心是害怕 我受伤的 所以那时候我就回去 我重新整理完情绪之后 我就打了一个长篇的讯息给他 我就跟他说 我为什么会做这件事情 我想了很久 然后我还看过这个产业 里面的人 我真心想要做这件事 我会好好的做 然后我爸 已读不回 过来 他在读了 他在思考 对 他在思考 但他不知道怎么回 然后我想说不行 打掉要给他 尾巴 你觉得呢 然后他那时候 二十几年来 我第一次听到我爸 讲他自己内心的事情 他说他有一点点哭腔 我从来没有看过他哭 我爸是一个很坚强的人 他说我年轻的时候 我也有做过梦 我也想上台北去创 但我试了很多 我都没有成功 所以我最后回到苗栗 回到家乡 然后做很辛苦的工作 我希望你可以做轻松一点的工作 我希望你不要像我这么辛苦 我每天要在外面晒太阳 然后人家在放假 我爸一个礼拜要上六天班 然后半夜人家急扣 就要去上工的那种 他很辛苦的把我们养大 我们家有三个小孩 他希望我们三个小孩 都不要过上这么辛苦的生活 可是他很担心我选了这条路 会过得比他更辛苦 然后那时候我第一次 听到我爸的内心话 我就觉得 我好像更加了解他了 我从来没有了解过他 但因为决定已经做了 我又很皮 所以我就说 爸我会好好照顾我自己 对 他只是怕你没办法承担 对 也怕你还 他那么年轻 没有办法搞清楚未来 对 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 妇女的深度的一个交流 他现在有接受你的工作了吗 这个说来也很有趣 我现在回去啊 我爸都问我说 你什么时候要换工作 他还没有放弃 可是我爸做了一件 很暖的事情 就是因为我之前要学啦啦队 然后那时候要网路投票 我也没什么粉丝 然后我爸就偷偷的 一个四五十岁人 他就是没有灌票 帮忙拉票 对 他去问我解连结 然后偷偷的放在我们社区的 那个LINE群里面 然后就说我女儿要那个投票 大家帮我投 然后每天 他每天都请大家帮忙投票 就是默默的 默默的做这件事 对 然后我是一直到整个票选结束了 我才知道这件事情 就是他都没有跟我讲 对 我就知道他其实是 默默的在关心我 然后又很担心我这样 对 他是支持你的 只是担心你 对 我觉得是 金香你爸爸听说 你也是因为爸爸的事情 跑到这个超商去哭过 对 可是我觉得我们家的 那个有一点相反的 也是一个故事 因为我一开始会从事 就是演艺相关 是因为我大学的时候 妈妈开始叫我去比 很多的学妹比赛 然后我也就是不想要 可是半推半救就开始比 可是我们家跟别人的情况 比较不一样 就是因为我爸爸妈妈都 二十二岁就生我了 对 所以他们的思想都还蛮开放 就是我当初走这一行 是他们两个想要的 对 然后所以我们家就这样 北中南一起 比很多的学妹比赛 那甚至于我可能自己 现在也办很多的公益活动 他们都每一场比赛 都一定会到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 是真的爸爸有的时候 其实脑筋比较硬 但是是可以沟通的 而且他们难免会面子问题 拉不下的 没错 就是因为很多人都会说 金香你们家好欢热 因为我们家是属于那种 就是我可以跟爸爸说 你真的很白痴耶 什么之类这种 对 你会等在眼睛 就是我们家是属于那种 就是很像朋友 因为他们很早生 那爸爸都会因为担心而生气 像我们家可能很常去一些 什么逢甲逛街 有一天很开心的 又要出门逛街 我妹忽然跌倒了 她就扑改了 然后我爸就立刻说 我妹就播一播嘛 就没事 她说 走 回家 然后我们就想说 要回什么家 就是你在气什么 你有什么好气 她说 走 现在回家 妹妹受伤了 妹妹很痛 那我妹就说 我没有痛啊 我现在要逛街 于是我爸很可爱 他就边走边走 一直很气 一直往前走 一直走 我就跟我妈跟我妹说 没关系 我们让他一直走 走到快尽头 我们就边走 我们就边逛 他就边气 我们就边逛 那我就说 爸爸 他说 干嘛 我说 停车场在那边 就是他走错 他走错方向 于是他又很气的 又走回去这样 然后那时候我就住北部 因为我大学毕业后 我就来北部 就自己发展 他们就北上来找我 那一天我们去东区逛街 他就很急 你们赶快先下车 我们就说 没关系 我们跟你一起去停车 因为我也很怕就是 他又找不到停车会 或是他不知道他停在哪里 结果然 我们就很开心地逛完以后 再找车位 找不到车位 找不到喔 然后我就跟他讲说 你应该是停那一个方向 因为我看你往这边开 他就说 不是 是那边 然后我们就又从那边 走... 绕了整个东西就找不到 然后他最后就呛了我一句话 他说 都是你害的 然后我就觉得 我又怎么了 就是我们明明就是 我就觉得超委屈 我们明明就说要陪你 你说你不要 那你停了车你又忘记 忘记我们陪你 这么走... 这么远 你最后说都是你害的 带我们乱走 我就觉得 你是哪一根神经不对啊 我爸爸感觉在撒嬌 我觉得爸爸就是一个小男孩 然后我就爆哭 因为我就觉得 我就是一个 你如果误会了我 我就会想跟你解释清楚的人 但我觉得你解释不清 我就很气 我就气到大哭 我就立刻奔走 走到Seven里面坐着 然后我爸就可能过了一下下 他发现我崩溃大哭 我妈就说 你干嘛又这样子啊 什么的 但我爸有一个点很好是 他会反省 像有的爸爸他可能 就是碍于面子 他绝对不会去跟你道歉 但是我妹就会呛他说 道歉不可耻 可耻的是你不道歉 然后我爸就会说 道歉就道歉啊 对不起 我大丈夫能屈能伸 就是我觉得 真的要跟全天下的爸爸讲 道歉真的不是一件 很困难的事情 他就会过来 然后捏捏你的肩膀 他就说 好了 不要这样子啦 你现在要吃什么 就是他会用一些 他自己的方法去就是 撒嬌 那你就算 然后我又很容易就算了 反正他都每次都这样 我觉得他们家是感情 非常好 很欢乐的 就是现在很欢乐 他以前是很严肃的 但是是我比赛后 我们建立起来这种 团队的精神 就是彼此可以一起参与 有共同的生活 你说你刚才想到是个团队 家庭 家庭是一个团队 然后他就知道说 他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他更了解你 我觉得这是一个 很好的观念 就是磨合 真的 苏青你觉得 对女儿来讲 爸爸是一个非常奇妙的生物 是前世的情人吗 是 而且很妙就是说 你知道网路上有一个 很好笑的事就说 长辈跟小孩之间 最长的那个据点 据点在哪一句呢就是 我没想要跟你说 这有的没的 真的 就是我不想跟你讲 但他们其实是不知道 对 他们不知道 怎么跟你们讨论这个东西 我印象最深刻是 有一次我采访一个 矮友的女生她说 她就是爸爸本来就是 一个脾气比较不好的人 那到了她疾病的 就是她也 爸爸的癌症嘛 她去照顾她 那她就是一个 她不喜欢陌生人照顾她 所以一开始本来 聘一些看护啊或干嘛 她都会东闲西闲 就说不用啦 那如果你们不能来 那你们就不要来 我可以自己照顾我自己 女儿说怎么可能不来 那如果你不行 我就只好自己来了 所以女儿就是 还是一样天天去啊 一开始爸爸也是 东闲西闲 但是虽然开心 还是东闲西闲 有一次觉得说 怎么女儿隔了一个星期 都没来你知道吗 那段时间她就委托别人去 那女儿刚来的时候 爸爸有点点不开心 想说为什么 怎么怎样怎样 后来她才从别的地方 辗转知道 我是采访那个女儿 那女儿她其实是 自己得入癌 她那个礼拜 她是去做一些相关评估 她准备要开导了 然后爸爸她说 她印象最深刻是 本来那个时候就是一个 一天到晚挑剔 然后生气干嘛 爸爸突然间讲着讲着哭 她说女儿你怎么这么傻 我们两个之间 当然你的命重要啊 我还剩多少 你应该就去做你的事了 你就告诉我 你为什么不愿意告诉我 你要告诉我啊 要死也是我死啊 你怎么会撑着 你自己生病来顾我 然后就是 有时候台湾的爸爸 真的他要到某个关头 他们才愿意 破白自己的感情 所以你们要逼他到这个关头 没错 你就是把她的真感情 请让她用各种方法 当然不要这么悲催 但是就是让他们 表达出他们自己 才看到他们深圳的 心里面的那个柔软的地方 正是 是真的 就是他刚刚讲的 有时候父母亲是要教育他 我们通常都是接受 父母亲的教育 但是有些地方是我们可以 引导他们 对 诱发他们 爱要及时 而且要说出来 我们先听完诱 好 凯婷有一段恋情印象 蛮深刻的 交往两年 那重点是他非常宠爱你 对 没错 一开始是非常非常的宠爱 非常非常的溺爱 就是有一个男朋友 我们刚在一起 他就让我住进到他家 然后他家就是非常的 就是华丽 就是在五谷那个地方 其实是非常大的 就是很舒服的别墅 类似 那时候我住起来是这样 然后我觉得 其实那时候 我是一个无家可归的小孩 对 因为那时候 我哥哥住在淡水 但是我一个人 我的工作的地方 是在板桥 所以我必须 刚好就找到了一个男朋友 住在离板桥很近 好 那个时候呢 其实他对我非常的好 我上班也在我上班 下班也在我下班 我要去哪里出去玩 无时无刻都陪着我 载着我 然后他那时候是一个 开Uber的Uber司机 没错 所以他上下班是非常的弹性 重点来了 他的卡是放在我这里 就是我是把那个Apple Pay 因为我那时候就觉得 我是一个公主 你就是因为 我确实是被他宠坏的 所以他很常讲一句话说 你找不到比我更好的 就是另外一半 因为你是我宠坏的 譬如说像是 一个玩具坏掉了 会修的人他才会修 那如果说送出去给别人 别人不一定会修 他一直就是要告诉我说 这辈子你就是只能跟我了 因为你是我宠坏的 对 然后那时候就会觉得 我自己很可怜 因为我是住在另外一半家 对 然后那时候我就觉得 譬如说我想要买 好吃的东西回家 然后他们家人很疼我 也很好 就也是很孝顺我吧 我自己嫩 我就觉得 好追公主 小姐 对 但有一点我是非常 不满意对方的家人 但我觉得我这样是不对的 在以前那个时候 因为我每次只要买 甜点回家 因为我喜欢吃甜点 我冰在他们家的冰箱 隔天早上起床 要带去上班吃的时候 东西不见了 为什么 因为她的妈妈 就是也是喜欢吃 然后她妹妹也是喜欢吃 甜点什么的 隔天早上起来 我就会去上班说 怎么会不见 然后想说是不是 我男朋友吃掉 然后我上班的时候 还那个现实动态 她妈妈怎么打卡 拿我的蛋糕来打卡 对 所以那个时候 其实我这件事情 也有跟我男朋友去吵过说 我的东西要吃可以 可是我觉得 可不可以跟我讲一下 或是就是告诉我说 可不可以吃 就是一个尊重 然后之后呢 我就从我的同事身上学到 他就 他也是结婚了 然后他说你可以贴纸条 从今以后我买甜点回去 我就贴纸条 贴我的名字 但是他们家人也没有 埋怨过我一句 我觉得这个家庭对我来讲 是非常非常的 非常非常适合我啦 因为我觉得我满公主的 便利商店对我来说 我觉得就是一个 非常好的避风港 就是有一次就是有一个 我那时候已经跟他要 是走到尽头 因为我觉得我的身体 就是我觉得他信誉很强 这一点其实我觉得 对我蛮不尊重 譬如因为我是做主持人 我是那个婚礼主持人 然后我隔天早上七点要上班 他会睡觉睡到半夜 譬如两三点 然后他突然想要 然后他就一定要把你挖起来 但是我跟他说 可是我早上七点要起床 我要上班 然后他就会 就是那个叫什么 惊从冲脑 然后他就会 就是他要 就是我觉得他就是 白天一个人 晚上一个人 想要的时候又是另外一个人 然后那时候我就会觉得 天啊 太不舒服了 跟你早上七点要上班 两三点 这样我只剩三四个小时可以睡 好 然后我就想说 那我应该只会有这么一次 那后面就不会 可是他是每天每天每天都这样 那我当然会受不了 包含我的金琴来 我说我今天月经来 他说走去厕所 再把你拖到厕所 我心里想我是怎样 我是母鸡 是怎样 来给你就是生小孩的工具是吗 那时候我就觉得太扯了 不舒服 因为那个时候会给他 是因为我觉得我还爱你 可是我觉得因为这些不尊重 把我对你的爱 全部都消磨光了 结果后来他事后他才知道 就是我分手是因为这些原因 他才开始要做一些 那个修正 弥补 对 所以我觉得 已经来不及了 我觉得当时我在跟你拒绝的时候 你竟然没有听到 我在求救这件事 所以后面我一直提了 无数次的分手 我想要走了怎么样 他就是一直无数的挽留 他就跟我说 你去玩 可以 我接受 然后他也是玩完之后 他可以载我回家 但他说你只要记得回家 我什么都好 他就卑微到这地步 我说这还像是一段感情吗 然后我就觉得 好像这不是我想要的 好 结果有一次去KTV 结果有一个男生 是我哥哥的朋友 然后比我小一岁 然后那个时候 他就开始跟你搭讪 然后有一次唱完歌 他就坚持要送我回家 可是那时候 我是住在我男朋友 就是那一任男朋友 要分手的那一任男朋友家 然后我记得他讲过一句话就是 你要带男生来 千万就是不能进入到他家 好 我心里想 那楼下全家可以了吧 他们家楼下全家 他跟我说也不行 我就觉得 全家又不是你家 全家你把我赶出来 就是我家 为什么不行 然后结果后来 那个男生坚持要送我回家 好 然后那时候 就是那时候 不是有很流行那个定位 就是兵棒 对 因为我们有绑一个定位 好啊 就好死不死 那男生坚持要送我回家 然后我就说 这地方你不能上去 我就骗那男生说 这是我亲戚家 你不要上去 他说 没关系 上去 走 上去 上去 硬要跟我上去 我说 真的不行 我亲戚在呢 我说 那你要睡哪 他说 我睡客房 我睡哪 我睡客厅 我说不行 这不是我家 那男的也蛮不尊重的人 对 要来也是很奇怪 然后他就是硬要呆男 因为他有喝酒 然后男生喝酒 就非常非常的欢 我就看他定位 我现在 他在停车场 他就在旁边 我现在 Oh my God 我觉得天啊 那一瞬间 我觉得不能让他看这个男生 虽然我跟这个男生 追求我的男生没有什么 可是被看到了 我一定会误会什么 好 我先想 可是他应该会直接回家 不会进全家 我就赌一把 好久不久 叮咚 男朋友走进来 我直接那时候 我们两个坐在那边 我直接这样 完了 结果我那时候 我男朋友很理性 他一走进来 他说 怎么了 你们在干嘛 他很淡定的 问了我们俩在干嘛 结果反而是追求 那男生喝酒 他说 他谁啊 他谁啊 他一直问他谁啊 我说 我已经跟你说 我有男朋友了 他说 不要骗啦 然后我就说 你要不要赶快回家 然后最后反正就是 折腾了一番 我就把那男的赶回去了 虽然说我不爱 我那一任男朋友 但是我还是去跟他解释 因为最后他就是 直接离开了超伤了 他就觉得很生气 但是他生气是 不会表现出来 他就决定开车出去外面 转一转 后来我就去追他 我觉得说 我不喜欢被误会的感觉 我就追出去 后来我们就上车 然后我就跟他讲 我说 你现在是不相信我吗 我说我就是不喜欢他 然后最后反正就是 他因为这件事情 非常非常生气 反而是他气大到空 有提分手那种 我就忽然一根筋断了 因为我觉得他 为什么那么不可理 又不相信我 我就用脚踹了一下 那个前面的后照镜 结果那个后照镜 就是力道太大 撞到前面开车的 那个镜面的挡风玻璃 好 就这件事情 破了吗 破了 但破了其实我们当下 我们当下都还没有发现破 他 我那一任男朋友 他就这样看了一下 他就说 你要这么生气吗 我说因为你不相信我 我觉得我被误会 我就是觉得我不爽 然后结果他就 要去修正那个嘛 就是后照镜 他修一下 他直接这样 破了耶 然后我就说 破了 然后我们就是没有在吵那件事 我们就看着 那个挡风玻璃 这样 他说 赔钱 然后他就说 我觉得你真的太夸张了 这个挡风玻璃 我会去估价多少钱 然后我说我们就分手吧 他就直接踩死所养分手 我就觉得 怎么可以是你跟我提分手 我提了那么多是分手 分不了 怎么可以跟本公主说呢 没错 我就觉得 你怎么可以提分手 这件事情我又没有错 是他追过来 我又没有错 但是我觉得他对我 最好的一件事情是 因为他是开Uber的嘛 所以最后他去换了一片玻璃 好像要三万多块 最后呢 他就是骗他爸爸说就是 因为他们 他换玻璃 他爸爸也会知道这件事 他就说 就是那个 他停在停车场 然后可能什么 石头不小心砸到掉下来破掉 他没有把我扯出来 对 最后是我自己觉得说 我觉得我自己 有很多不好的地方 所以我觉得 我还是先离开你 我觉得这段感情 对我们两个人来讲 都没有很健康 真的 纠葛许久之后 终于分手了 对 超久 而且是你提的了 真的 我没有超级 还是有凹回来 你提分手 没错 真的该断就应该断 真的 这个张晴世有一次 你提分手 提到超商店员 也都吓坏了 大家干嘛都在超商提分手 是怎样 这有观众吗 大家觉得像狗吗 有不患观者 安全 要有个证据 那时候真的很可怕 因为他其实是很疼我的人 然后我在交往的过程中 就是甜甜蜜蜜 然后就是呵护什么 但太黏了 因为我那时候要边打工 要边上课 所以我其实工作很忙碌 很少时间可以陪他 然后他就很喜欢黏着 就是我在哪里上班 他就去那里坐 女生不喜欢那种看你 然后我就觉得 我都没有一点自己的空间 现在男女生角色 已经颠倒了 真的 然后有一次 真的是半夜 我下班回来 因为也是在酒吧工作 两三点 我已经很累 然后他刚又在酒吧喝酒 喝完回来在超商前面 我要回家了 不然我回去 就在那边炉 说刚刚那个店里 那个客人为什么摸你 我说他没有摸我 他拿那个杯子 我看到他摸你 他没有摸我 他说 他就是很坚持 然后他为真是跟我吵架 然后我就 因为我平常不太喜欢吵架 我就会忍着 我就好 没关系 你现在跟我吵是不是 那我们分手吧 然后他就瞬间傻眼 说为什么我们平常都没吵架 你今天要跟我提分手 然后他又借着酒气 在超商前面 大吼大叫 半夜两三点 吼到对面大吼警卫都跑出来看 然后他还不够 因为他可能碎熏熏 他没有在管旁边的人 超商不是会有玻璃吗 那他用拍的 然后我就想说 谁啊 你在想怎样 然后那个时候我眼睛有瞄到 店员里面有一个女生 小女店员 然后我就想说他看到了 但他也没有做什么事情 我一个人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然后我就想回家 我就转身要离开 结果他直接hold住我的肩膀 说你不能走 你留下来 讲清楚 然后我就泡 他就你不能走 然后我就 我就倒在地上了 我人生第一次觉得我被家暴了 你知道吗 然后因为他又喝醉 他也没有在管我 然后我就觉得我很难过 很委屈 对 很委屈 然后当下我就赶快招了一台机车车 把他推上车 就走了 然后那时候我一个人 就想说我这样子可怜的小女孩 好 去一下超商 看一下有没有什么冰块之类的 因为我撞到这边 整个被他那时候很壮 然后进去之后那个女生 刚看到那个店员 他就说你还好吗 然后我就说我还好 然后他就说我刚本来要帮你报警 可是他很壮 我很怕 他也很怕 他也很怕 我也很怕 我就说没事 没事 没关系 我们没事了 然后那时候他就说 你们应该要来店里面吵的 我说为什么 他说店里面有监视器 这样我就可以帮你作证了 你在外面吵都没有 好 我下次会知道 大事先跑到超商 对 一切都有证据 把他拖进去 有这个监视器范围的地方 对... 金珊那你在当超商店员的时候 有没有发生过这情侣吵架 那你们有劝过吗 我那是一个男女朋友 原本就开开心心进来 那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他们就忽然吵架 女的就疯狂拿那个饼干 跟他狂砸他 超商饼干可多了 对 他就拿那个饼干糖果 就开始这样子 你刚说什么啊 你怎么样啊 你为什么要这样啊 然后就丢他 男的也不甘失落 打开冰箱门 把那个酒瓶拿出来 天啊 他原本是丢饮料 这是真实故事喔 很戏剧化 他就开始丢饮料 他说你不要这样... 他原本男的说不要这样 结果后来男的也反丢他 然后他就把那个酒瓶 因为玻璃的嘛 酒瓶好危险耶 所以就碎一地这样 然后我就说 先生 你们不要这样子 现在这里是超商 我们还在上班 就是一个十七岁的妹妹 还要去告诉她 对 结果呢 因为我们那时候 其实没有报警 因为你报警 你很麻烦 大家都在上班 你就是还要做 比度有的没的 就我们就是先劝导 这个时空会波及到你们耶 对 我们就先劝导 他们竟然对着我说 来 你过来名礼 来 我问你 你现在来他们拉着我 来 你现在 你说他刚刚为什么要这样子 然后什么什么 就说你们两个就有话好好说 他当他们就心里导致 我就说其实这就是一个 感觉问题 有话就是好好说 你还帮忙真的开始点评 真的 我还很认真地跟他们讲 他说讲完我后面 最后才没事 还要在那边吧 很戏剧化 你看刚刚有那个什么 八大名字吧 现场这些东西 谁陪啊 他就说要陪啊 可是我不知道后续 他跟公司怎么聊啦 对啦 就是 应该还是有陪把他砸成这样 好辛苦 还要做这件事情 对你们要做的事情真多 对 很多事 超商有监视器画面 但是大家这个动作 要自我约束一下 不然事情搞得很大 我们先进广告 好 张晴回到你从金融系转到戏剧系 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有一段日子是蛮难熬的 你有后悔过你的决定吗 我到现在都没有后悔 但现在想起来还是会觉得 当初我怎么有办法 撑过那段时间 因为我当初在金融系的时候 我白天就是上课 然后晚上我就会打工 讨社团 然后呢 转到戏剧系之后 我那个课表就是爆炸 我早八到晚五 八堂课满的 然后因为戏剧系有一个规定 就是我们晚上都会拍戏 所以六点要排到十点 所以我只剩十点后的时间 可以去打工 我就找了一个酒吧的工作 然后呢 那个时候我就觉得 我的身体心灵状态都很差 因为我整个人 就是在这个循环里面 就是白天上课 晚上拍戏 半夜攻读 然后隔天早上八点 又再去上课 就是一个身心灵 都在一个炸裂的状态 然后又看医生啊 长痘痘啊 然后旌旗又不顺啊 很多问题 那最惨的就是 你知道人生没有最惨 只有更惨 我已经在酒吧攻读了 然后那阵子 酒吧工作 生意很差 所以我一个月可能 就只有拿到五千左右的薪水 我那时候是穷到 我的提款卡是领不出钱的 就是一两百块都领不出来那种 然后那个时候我就觉得 我还是得撑过 因为毕竟是自己选的路嘛 我不可能说哭的回家找我爸 我就辛苦的过 拿着少少的钱 去我最爱的超商 我就买那种最便宜的白吐司 而且也不能买那种奶油的喔 要买那种一长串的那种 还能这么多 很划算那种吃很久 然后就这样过了一天 两天 三天 一直到有一天半夜 两三点下班 我就遇到一个大夜班的伯伯 然后他就发现 你妹妹你怎么都这个时候下班 这个时候来吃 买东西 都只买这个 连饮料都没有买 然后我就说 没有啦 就那个 就我喜欢吃白吐司 还要中间墙这样 然后后来他就说 我这里有一些那个集齐品 那不然你要不要 你就拿去吃这样 差一两天而已 我说好...当然好 然后就拿来吃 然后就只要有遇到那个伯伯 他就会给我这些东西 然后也是比较有营养的 沙拉 水果这种 然后那个时候 过了一段时间 有一次晚上 那个伯伯又来了 然后我就遇到他 然后他就看着我 他就说 妹妹 你很辛苦 然后我就说 没有啦 不辛苦 然后那时候我以为他继续问了 但他就是没有 他就是默默的 拿了一个热可可这样给我 那时候他也是在超商工作的吗 我觉得他应该是店长那一种的 因为平常都看不到他 然后他就拿了一个热可可给我 然后什么话都没有说 然后就这样 笑着这样 加油啦 这样 我就觉得我好暖喔 根本就是一个菩萨现身 你知道吗 所以缺什么去超商就对了 缺爱 对 别关心 然后后来 当然那几个月过去之后 生活就比较好了 我就比较没有那么辛苦了 然后但很奇妙的是 我就再也没有遇到那个伯伯了 然后我就问其他店员说 为什么我之前会遇到 一个大夜班伯伯 我都没有再看到他 然后他们就说 那个伯伯是来顶班的啦 就是他现在有找到人 他就没有再来了 然后我就说 我很想要亲口跟他说一声 谢谢这样 对 但是一直都 再也没有机会看到他 这是一个缘分 我觉得 但你需要帮忙的时候 他伸出了这个人手 我就记得了 这超商的故事 我觉得你可以有一天回去 当店长 刚刚讲这个极其品 问一下青山那种极其品 快到齐了是可以 带回去或送人 其实我觉得按照规定来讲 是不行 但是因为你刚好 可能遇到可以做足了 那像我们其实有一个 譬如说你现在跨到中午十二点 那那个十五 它刚好十二点过期 其实我们十二点一到 它就会收起来 那我们店员 就会自己吃这样子 你们在超商上 观察到很多事情 也有很多暖心的故事发生 肃琴你自己有遇过 什么样的故事 我必须说 我一直觉得台湾超商 其实好人蛮多的 因为像我观察 现在有一些超商它就是 它有那个厕所 这些像是游民或干嘛 他们甚至其实会去厕所 就是三边当作淋浴 洗澡间就是把自己弄干净 然后你想找一般人都会觉得 你又没有来买东西 然后你在这边这样子就是 增加我的工作 又占我的空间 又使用我的资源 像我们这种小鼻子小眼睛 一定会想说你如果没有想过 要用一些方法阻止他们进来 后来我发现没有 那个店长就说没有 因为他是觉得说 对他们而言 可能就是一些水费 或者是其实你就稍微整理一下 可是他们可能在外面那么久 他也没有一个地方 可以好好把自己打理一下 他说他都有心 好好打理自己的 我觉得我这个顺手之便 没有什么大不了 所以我觉得台湾其实超商 温暖是很多 所以我虽然有 但是我觉得大家也不要太过分 因为我时候看到有些人 去到超商 看起来家境也不错 吃都不是人家超商的东西 就真的把他那里当一个 他们家的后院聊天的地方 这就过分了 不要滥用人家的爱心 OK 好 我们先谢谢大家 这么多的分享 我们现在其实 在我们这样都市里面的工商生活 有时候你会觉得 敦青木林变得很困难 但超商感觉是一个 是一个公共的空间 那也印证了台湾最美的风景 真的就是人 我觉得不只在超商之内 或走出来 只要我们多多观察身边的环境 那么有时候多多给对方一些温暖 即便他是陌生人 这些点点滴滴 都会温暖好久好久 一起成为别人的贵人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